你能进几个门 整活地图 评论这里还有说卡在第六关的 还有卡在十六关的 嗯 八周一进 这门在上面跳上去不就行了呗 门还在上面 利用箱子跳上去就行了吗 这地图哪有难度哪有活呀 太紧门了吧哥们 门要是能过来就好了 哎 这关怎么过 这没有路啊 难不成能让门自己过来 不是哥们 这关和上关一样 都是中间没路 上一关可以把门自己移动过来 这关我都试了一下 发现可以移动箱子 这个年轻的作者 这个哥们不懂是吧 第六关 这就是评论里有人过不去的关卡了 气球拴着门在天上 移动门和气球都没有用 那我试试点绳子呢 果不其然啊 这个作者有些地图是非常需要咱们自己来摸索的 没有下一关了 这是怎么回事 前面也进不去啊 难道问题又出现在文字上 嗯 果然是这样 这关需要动脑子 你们看这关 常回家看看 如果我们正常过去 门是进不去的 此时我们需要注意 常回家看看的回家两个字 所以我们直接往回走 哎 看到没 就得这么玩 第十关说总有东西能移动 我们直接移动地板就能过来 第十一关说 这关没有门 我们直接走到文字下边 跳一下就能过关 第十二关 鱼蛋移山 这关只要点击山 然后在左上角把它删除 就能过关 他说这个门是假门 那我们只要把假在移动的垃圾站 删除掉 就能变成真门 十四关 当我们到门口的时候 门会自己上升 完全没办法碰到门 所以我们另劈蹊径 直接走下面的道路 就能过关 十五关直接游过去就行 十六关需要同时按住 0 1 3 6才能过关 十七关需要让符倒下来过关 十八关需要充分利用喷漆背包 就能过关 十九关一直往前走 不用理其他的就能过关 二十关直接把终点俩字 放在门的上面 终点就会自己出现 好玩是好玩 那下次不许这么做了啊 不许这么做了